你知道为什么老司机跑高速都不走最左侧的车道吗 这你要是搞不清楚 开车就很容易出事 首先最左侧车道呢 它是快车道 也是曾经的超车道 虽说现在取消了超车道这些说法 但是最左侧最低限速一般都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 就像这种试车道的高速 最左侧一般都是最低限速110 大家看一下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是在最左侧归速行驶 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障碍物 那开在最左侧啊 很容易发生最违事故的 其次呢就是说走在最左侧车道 它的容错率比较低 比如说咱们走在最左侧车道 前方突然穿出来一个小洞 或者说你的正前方 有其他紧情情况发生 左侧咱们大家可以看到啊 是一个护栏 是绿化带对不对 你只能选择向右侧去避让 关键时刻少了一个逃走通道 而咱们走在中间车道就可以左右逢圆 还有就是高速的设计一般都是中间高 两边低 目的是为了遇到大雨天 能够更好地把积水排到两侧的护栏外 但你走在最左侧遇到大风 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时 车速太快反而会影响车辆的性能 而走在中间车道 则能够更好地提升车辆行驶的安全性 还有就是走在最左侧车道 那么晚上开车时 对象车道的大灯会晃得咱们眼睛很不舒服 这样发生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老司机都喜欢走在中间车道的原因 所以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 暴力都不建议大家长时间走在最左侧的车道 咱们可以选择超车时走一走 经过高速出口不下高速 或者说经过服务区时走一走 随后变回中间车道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怎么样朋友们 你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关注哦